背靠大树再叠加开脱海外业务 能否开启曾经十倍的行情呢 大家好我是老韩 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韩说股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省管集团这家上市公司 那么还是按照老规矩 新朋友加关注不迷路 老朋友点赞以此鼓励 那么有些粉丝朋友 若想跟老韩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交流 大家可以去关注老韩说股的文章 那么在文章里 老韩对每天的大盘都有进行一个分析 以及对龙虎榜数据资金面 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解读 所以说老韩说股的文章 也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我们回到省管集团这家上市公司上 我们对他的基本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们看到的是 省管集团的主营业务 主要是从事品牌管理 媒介代理和自由媒体等业务 这是他的一个主营业务 那么他的概念上呢 好有疑问 像云计算数据中心 腾讯百度 还有抖音 包括他是国企改革的 他是有这个是吧 属于国企的这种大股东 那么在近期的事件上 我们来进行一个了解 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公司呢正式成为是吧 MIT中国区官方授权代理商 这个曾经在Facebook 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是不是 那么他这个代理商指导 是全球理先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曾经在Facebook 那么这标志着集团 是吧 在数字化 国际化发展的新增程上 又跨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 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开篇 国际化业务 是不是这样呢 那整体来说 他目前的估值情况怎么样呢 当前市盈利为52倍 估值出于上市以来的一个 市中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他的估值也不算太高 那么以上我们是对这家上市公司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他这几年的经营业绩怎么样 他的整个的这个经营成果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眼 我们看到在前年的时候 他是赚钱的增速大比的增长 那么去年呢 也是赚钱的增速嘛 虽然是增长的 但是呢 有所是吧 下降 那么到今年一季度 我们也看到 也是赚钱的 但是增速又是下滑了 那正是因为 有可能这几年 业务可能不算太好 可能也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系 那么今年 是不是在魔球发展了公司 所以说这样来的话 对他后面 会不会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呢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当然了 整体上 还是按照老韩的操作体系 我们也强 一直强烈大家 无论基本面的好坏 还是消息面的多空 最终呢 都是要体现在 K线图上的 因为市场行为涵盖了一切信息 市场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那么说到K线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上市公司的月K线图 月K线图上我们看到 这是在2015年之前 也是从1块5毛钱 涨到了21块钱 是不是这样呢 也是十几倍 是不是 那随后2015年调整调整之后呢 这是在20年之前上涨一波 但是现在又是回落调整了 调整如今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眼 它是在5块钱附近 如今在5块钱这个附近 是不是也是横盘震荡 那也有好几年 你想一想 从20年开始回落调整 是不是这样的 那目前从月线上我们看到的是 他因为做了一个像前面这样的 做了一个是吧 这个柱形底 那么这样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他在这个5块钱附近是受到有个支撑 其实也就是4块钱吧 目前来看就是4块钱这个支撑 4块钱现在就是受到6块钱上方的这个压制 因为6块钱上方这个位置上 这个压制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从月线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到4块和6块 他目前你看前面这次也是4块 上冲到6块钱下来了 这条线又上冲到6块钱上方又下来了 那么这次你看到也是同样的 6块钱又下来了 再次去进攻 这个6块钱能否有效突破 这是从月线上是值得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 当然了到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结合了这些K线形态啊 包括这些指标啊 一起来应对他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 首先从中长线来看 4块钱的强制争和得失 以及目前6块钱这个附近的强制争和有效得失 这个也是很要关键能否有效突破嘛 如果他不能突破的话 他又有可能还是在4块钱和6块钱这个区间内震荡 如果有效突破了 那接下来他有可能会借助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开拓这个海外业务呀 会不会有一定想象空间 那这样一来的话 他要去震荡上行的话 我们从月线上看到的是8块钱有压力 还有10块钱再就上方12块钱上方的这几个压力位啊 这是从月线上我们看到的 好我们再从周K线上简单的看一眼 那么周K线上其实他也是一样啊 刚才我们说了4块钱和6块钱这个位置上一个震荡 是不是在区间的震荡 现在呢最高也是来到了像6块5啊 这个位置上整体来说啊 还是这个上方的这个压力位能否有效突破 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效突破了 那后面空间就打开了 那就8块10块12啊 就有想象空间了 如果不能有效突破 他还要回踩在4块钱和6块钱这个区间内进行一个震荡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按照震荡式来应对他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日线级别来看一眼 那么日线级别啊 他近日啊 也表现的比较活跃 刚才也说了 从4块钱一路震荡 是吧 来到了6块6毛6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啊 这很明显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阶段性顶部的这个信号 包括指标上 随后这样一个震荡震荡调整 调整的也是在4块5附近呢 这个受到支撑 这次呢 反弹又再次回踩了一下 做了一个小双底 那么目前近日大幅的震荡 包括截止到今天 他又是涨停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近日他很明显的很强了 那么这个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则消息有没有影响 因为他是代理商嘛 Facebook的代理商啊 可能与这个消息面上有一定的影响 刚好在这今天又是回踩 是吧 这个主力的成本线这个位置上 那么如何去计算主力的成本线啊 大家关注老韩说股啊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所以说今天开始出现这样一个反弹 反弹还是一样啊 在操作上我们尽量不要去追涨 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大盘环境下 我们尽量不要去追涨 我们可以像调整一下呢 像今天啊 或者昨天呢 你去低吸 今天的盘中啊 你去低吸是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他走到这个位置上 日线的走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的依旧6块钱上方 这个能浮有效突破 是接下来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 特别是这个6块6毛6啊 这个位置上能否有效突破 是接下来要大家重点关注的 如果不能有效突破 他可能还要回落调整 回落调整没关系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 还是6块钱这附近吧 这个6块钱附近 这个强制成和得失 也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说6块钱跌漏了 那5块4块都是他的一个强制成位 如果说他还是一样 把这个钱高给他有效突破了 那么我们按按照周线 月线上 他后面就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了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结合着 这些K线形态啊 包括这个指标啊 一起去应对他 目前来看啊 在这间调整现在又开始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看接下来 这个钱高这个6块6毛6 能否有效突破了 如果能有效突破的话 他后面将一马平穿 当然了啊 对于说这家上市公司 以上我的点评呢 仅是老韩个人的一个观点 不足为大家投资的一个建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打一个888 让我们一起发发发 by bwd6 谢谢观看